但是就是說有可能說人在複雜情緒的一個狀態當中 所表現出來可能就不會是最真實的一種感受吧 你有可能想用什麼感受來遮掩你其他的某一種的 你可能自己沒有察覺到的一種感覺 雖然剛剛指出那一點主要要講就是說 那些餘生見證者他們的那種感受基本上是在一種一團亂 一種錯綜複雜一個情境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的那種恥辱可能不會是最authentic 不會是最真實的一種感受 那這個都可以去argue 也許不見得要完全支持肝本這種講法 那我個人的一個解釋就是說 為什麼他舉的那個例子我還是覺得是 可能是更接近一種真實生命情境的一種恥辱感 緊張可能都有了都有可能悲傷難過都還是有可能 那個狀態是最最最最真實的 我想一個問題就是說死亡這種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他在整個人的這種生命的過程當中 到底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位置 我想最最最對一個一個人最大的一個傷害的話 可能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很自然的走完人生的這樣一個過程吧 那這個跟集中癮的這個經驗就非常相關 死亡這種東西你可以知道在集中癮裡面是完完全全是 不是你自己所能夠決定的 而且是可以用加工製造出來的 而且背後有沒有什麼道理呢 有沒有什麼理由邏輯呢 基本上是沒有的 是完完全全是一種偶然的 你今天活著或者這一餐有的吃 下一餐呢在哪裡 能不能繼續再活下去 活在這樣一個情境當中 就是隨時死亡都可能發生 隨時死亡都有可能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選擇 你沒有辦法照你自己自然的這種規律 人生的規律走完最後的那個死亡那個關卡 我大概只能夠說從這樣一個角度 你們去講 然後這個例子的話其實也可以 跟我們剛剛上面一路這樣看下來的 那種整個邏輯 事實上還是可以做某種程度上的一種串連 剛剛有特別強調說 這是一個暴露的一個狀態 也許可以當作恥辱好像從一而終 各種不同的一些學說理論裡面的一個 共約束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要件 死亡如果說你沒有辦法用自己的方式 自然的方式 而且是在這種絕對偶然狀態當中被迫選擇死亡 等於就是你生命裡面最內在的一個情境 整個這樣曝露出來的 那種情境當中 當然說是恥辱的感受 絕對是可以的 應該就是說得通的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輕鬆的一個例子 就是在 阿甘本在講這個事情的上下文言 也羅列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例子 有一個例子是從那個卓別林 不過卓別林的那個電影 事實上是另外一個當代的哲學家 是Levinas講的 那阿甘本就借用 那卓別林的那個例子的話 不知道通不通啊 你們回去自己再想一想 有時候這些大師們 他們會羅列很多的例子 不見得每一個都適用 不見得每一個都很切體 那卓別林那個例子的話 好像是說 有一個人就不小心把哨子吞進去 到他肚子裡面 所以每次打嗝的時候 就會聽到那個嗶嗶嗶嗶的 那個whistling的那個聲音 然後那個人就開始覺得很不好 卓別林就會很喜歡 很會做那種感到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的那種姿態吧 所以你看一看 就是你的腸胃內在這種東西 每次一怎麼樣就曝露出來的那個情境 好我想大概那個那個例子就說到 這裡就不多說了 可能時間我必須要再控制一下 我想等一下就講到15分 然後就剩下的這種時間 差不多20分鐘的時間 可以來做一些進一步的一些討論 那接下來的話就稍微帶一下 跟見證有關的一些 這些都是整個follow 整個以上所談的那些 跟余生有關的那些經驗的一些見證 那不過在這邊還是需要說明一下 所謂的見證 或者所謂的余生見證 不一定一定要跟集中營有關 就是一個自然的一個災害 或者說經歷的那些什麼靈略 一些暴力等等之類的 個人的集體的都可以都可以談 那這邊首先看到就是 也是說其實有關於見證的問題 當然還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研究的一些視角 一些角度切入 也不一定要從恥路這個角度去切入了 那阿甘本的一些東西 大家也都知道一定是爭議就很多了 不過那個今天我們就不去處理那些爭議吧 那底下我就稍微就是說 好像跟剛剛所講 稍微有點點關係 但是又稍微跳脫出 好像會轉移到另外一個 一個場域 一個領域裡面來談 這個見證這個問題 不follow阿甘本的那個 那個邏輯那個理論 那一般來講就是說 或者說在所謂的後極權主義時代 在後災難主義時代 或者說在追求轉型正義的社會裡面 我們應該都蠻常看到有一些受害者 受害者自己 或者是受害者他們的親友 透過不同的這種方式 來回憶啊來敘述 所謂的見證他們這種創傷的這種過往 那有些甚至會是很直接的去控訴那個 加害者的一些暴性 然後他們可能會要去要求說 透過他們的見證 會去要求一些實質的一些 司法政治的一些補償 平反 或者要求一些象徵層次上的一些 心理層次上的一些平反 所以根據這個學者 就是這個 李李羅卡他的一些研究 就是說他用了這樣一個詞彙 見證者的年代 來描述這樣一種時代的社會 這樣一個氛圍 但是還是必須要再強調說 這個不會限定於重大的災難 跟歷史的這個現實吧 因為當然其實就是說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見證 這個事情或所謂的見證這種年代 他的實質的內容或者是方式 基本上是會隨著時代而改變的 那我們也從這個學者這個研究裡面 了解到說 即便是在大屠殺 後大屠殺的這個歷史文獻裡面 早期是比較偏重 因為知道剛剛大戰完之後 早期是就是聚法審判吧 所以比較早期的大屠殺的這個見證 比較跟法庭上的那種 戰犯的這種審判有關 但是慢慢慢慢就開始轉移到 受害者身上 開始有越來越多出來 拍了很多的一些錄影帶 或者說留下一些像 Primo Levi的那些書面上的那些證言等等 而且他們見證的情境也不再只是限定 於是在法庭裡面 這個各種情境都有可能 然後媒材的形式 就非常非常越來越多樣 聽說讀寫的各方面可能都有 那這樣的一股潮流 從70年代開始 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這股潮流似乎顯現出某一種這種 如果說是狂熱也可以的 一種mania 一種狂熱的一種狀態 就是說好像對於生命是什麼 很著迷 然後就越來越多的這些 生命的這些故事 就開始出現了 那這樣的一個潮流 根據這個學者的研究說 它有一個重大的歷史意義 就是說這個時候受害者 變成是整個時代潮流裡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們可以不再是被捏雲化 不再是沒有聲音的一群 這個時候歷史好像轉移到 這一群受害者身上了 所以就很多的一些 劫後餘生的正眼都出來 包括手稿日記 專書錄影帶等等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說 好像這一些大量流通的 產生的這一些餘生的見證 或是正眼裡面 好像有一種很強烈的一種焦慮感 你去想一個問題 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不得不說 為什麼覺得說 必須要把它說出來 你會去揣摩一下 他們這種心境 大致上如果去看 你就會了解到說 他們對於所謂的人的這種遺忘 或者一種失憶症 或者會不會說生命的痕跡 從此就這樣被淹沒了 有非常非常強烈的一種焦慮感 那他們可能在很多 就直接在正言的那個語言的層次上 就直接會說很清楚說 我為什麼要把我的這個故事說出來 我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是在回憶一個非常痛苦的經驗 我為什麼要說 常常背後也會有一些道德的 一些情感附加在裡面 在支撐著他們 不得不把它說出來 那常常都會說 他是為了實則而說的 他是想讓那些被埋沒在歷史的 洪流裡面的那些 沒有人去記得他們的名字的 真實的故事的那些人的生命 能夠得到一點點的這種 留下一點點的這種記錄下來 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就會認為說 這種說本身或者說見證本身 也具有相當程度的一些社會療效的 社會療癒的一種功能 大家把事情講清楚 回憶一下 即便回憶的事情是災難 是一些苦難 但是對於整個社會的一些和諧 或者一些氣氛或者道德 都有相當程度的一些修補的一些作用 有人出來說我們就聽 然後就形作出某些 所謂的這種時代的一些歷史的 共同的一些記憶 大致上這個所謂的見證者的年代 是這樣子的 不過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它放到一個比較學術的一個場域裡面來看的話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這一些見證 還有相關的一些學術研究 也引發了不少的一些質疑跟一些批評 像剛剛所講的 剛本那個就是其中的一種 一個比較critical的一種研究的一種方式 這當中很多的這種爭議 絕大部分的爭議都是環繞在說 那些劫後餘生的那些人 他們到底還有沒有回憶的能力啊 他們的大腦他們的情緒心理的狀態 是不是還能夠很正常的去function去運作 那他們講出來的一些東西可信度多少 這個時候就有很多人一些 就是說到底證言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實跟虛構之間好像那個模糊的那個界線 就變成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爭議的一個問題 甚至有些更更 cynical的一些研究者 他們認為說大量流通的這些證言 這些見證文學它具有相當程度的一些市場的效益 會把它放到所謂的這個消費者這個社會裡面來看 也就是說這個時候這種劫後餘生的這種證言 非常具有市場效益市場價值 很多人想看能夠賣錢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當然不可能沒有時間去針對 不太可能有時間去針對這些個別的批評意見 去進行個別的這種評述評論 那我這邊只是要舉出一點就是說 我比較關心的或者我認為比較深刻一點的這種角度來談 這種劫後餘生的證言 應該不是要去爭辯說他們講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他們講的到底是虛構還是事實的那種論證 基本上我會從其他這種角度來談說 他們講正言本身對於所謂的他們自己的生命本身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那那個生命基本上是不應該是被擺在所謂的歷史的知識的這個範圍裡面來談的 你如果是要從歷史的知識的範圍來談 某種程度上是在否定那些人 或者是在忽略那些人所經歷的那種重大人生的那種創傷跟打擊 對他們來講 其中一面到底死了幾個人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情嗎 對他們更重要的應該是他所經歷過的 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各種的 所謂的生命本理上這種創傷 在這次考量之下 歷史的知識 或者特別是體制化的檔案化的歷史學家的那種 實事求是的那種研究的方向跟態度 基本上是不太應該適用在這些人身上 那有時候你會發現到說 人你再深入一點去談 人為什麼不斷會想要去回憶什麼東西呢 那個你追憶的那個東西是不是有種 就是一種不可追憶的東西 一種特質 你越不可追憶的 那什麼樣的東西會越不可追憶呢 越跟你的生命的越真實的那種存在的那種經驗 或者是那種打擊創傷的那些東西 是越不可追憶的 越不可追憶的另外一個部分 你要一直去講 一直講 怎麼講都好像講不完 我們必須要從怎麼講都講不完的這個角度 常常去理解說 為什麼會大量流通這麼多的一些災難 劫後餘生的這些生命的這種正言 因為那個對他們來講是一個 fundamental的 一個人身上的一個重大的一個打擊 一個創傷 那個東西怎麼可能有那麼容易講得完 那麼容易把它放到所謂的檔案化 體制化的這種歷史知識的這個框框裡面去談呢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是應該從這樣一個角度裡面來講 來看待這些所謂的劫後餘生的這些證明 那當然這種這些證明到底說 所以我們大概同時也看到說紀念碑也是一種 在這樣一個時代分文裡面的一個產物吧 紀念碑紀念館紀念日的檔案 很多很多都這樣子這樣流通出來 那這些東西或所謂見證者的這種潮流 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問題還在於說 對於整個國家社會那種未來的民主化 到底是助力啦或是一種障礙啦 或是說有沒有其他一些思考的一些角度 這個都還有很多探討的一些可能 基本上我們就說比較開放的這種角度來看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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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